是 沒有 就是我覺得 整個拍電影的過程 其实我覺得也像一場夢啦 然後從15年的大佛的短片 然後就有機會入圍金馬創作短片 然後跟周孟宏導演認識 我是因為拍了大佛短片才跟中導認識 然後他找了葉如芬一起來支持我大佛普拉斯這個長片 那我覺得很幸運的就是在這兩三年的時間內 就把大佛普拉斯拍完 因為有看到或者聽到很多人長片籌備了非常久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就是三夢一場 而且還入圍了金馬獎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開心 那時候就導演真的很愛講冷笑話 然後我其實也蠻喜歡陪他講冷笑話的 感覺這是冷笑話的團隊那樣子 這果然是大佛普拉斯 好 那這裡我要特別跟大家介紹 這個陳竹生 生哥 在裡面是靈魂人物都在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今年金馬入圍的很多影片都有他的身影 就是除了大佛普拉斯 阿利福 嘉年華都有 如果你們有看的時候 我要看一下我的小超 還有這個痴情男子漢 然後健亂春也有 所以你是怎樣沾滿金馬的那個來到這邊的 可不可以講一講就是 這一次跟阿瑤導演合作 然後而且你本人這麼的帥氣 在裡面如此的那個淒慘喔 講講這個經驗這樣 今天是猴子有穿衣服就像個人嘛 那阿瑤是我的老朋友了 我們認識十幾年 然後從短片到長片 然後因為也很 這個一路走來有很多的過程 所以我們當我們長片拍好了 呈現了給大家了 然後我們也很驚訝說 得到很多大家的喜歡 其實我們應該說 莊導跟我跟阿瑤導演 我們就從短片開始的 這三個人就是其實我們是蠻驚訝的 因為一開始我們真的會認為黑白片 然後裡面都在講一些小人物的事情 然後整個片都台語 然後又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那覺得這樣應該沒有很多人欣賞吧 那沒想到就台北電影節開始 然後到金馬影展都給評審 還有很多觀眾喜歡 我們真的是非常意外 而且非常開心 對 這是罵出一個高潮來了 真的沒有辦法 這是很意外 事實上我們拍殺心 長片殺心的時候 阿瑤導演自己都說 跟我們說 這票辦 哪有兩百萬的頭笑啊這樣子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個 會有一點點的 我們也會擔心說 在觀賞 觀影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擔心大家這個 到底好不好吃進去啊 這個故事 然後這樣的方式 非常開心 就是謝謝大家 我記得資料沒有錯的時候 你們好像首印的當就是開賣 上印了五天就已經破八百萬了對不對 我不曉得 這個儒芬姐一載 這個票房精密不能夠卸 開門當 我忘記開門當 開門當 賣臉帶我 那樣子 但總之就是這個雞腿很好吃 這個非常應該是那個 可以有證明的 那當然就要問蔡波大哥 那個您本身也是 大家如果知道說 其實五米樂這部片 就是裝一陣導演的片 然後怎麼樣也沒想到 拍五米樂 這麼溫馨動人的紀錄片的導演 在裡面可以 也可以演劇情片 而且演得這麼的生動 聊聊 在演員的部分 我是素人 所以要特別感謝我們阿妖導演 給我機會 而且特別感謝他就是說 在表演上面 他讓我很大的自由的空間 自由的空間 另外就是要感謝主生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 要怎麼說那是一個 互動嗎還是 老子啊 到家哲學等地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虛的道理 虛的道理就是說 我特別感謝主生 在表演的時候有沒有 他留一個空間給我 那個空間 我們雖然也看不到 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 他不會給我 錄你聽說 他是不是讓我表演 我覺得這個要特別感謝他 這個默契有沒有 我覺得 展現在我們大火葡萄師的票房上面 因為我平常住高雄 我們高雄的朋友 我們就大家聚在一起 我們開個賭盤有沒有 我覺得我會贏 我會贏 有時候票房應該沒有兩百萬 我說台北票房至少有一千五百萬 所以我覺得我賭會贏 對啦 你比較有膽 我們賭的是贏者全拿 然後我的賭盤我覺得我會贏 謝謝 這個感覺就是謝謝阿瑤導演給機會 但是這更重要的是謝謝那個聲歌給默契 那當然沒有啊 我們那個衣服 就我們劇組的衣服 就是他們兩個的衣服 就是一個塑膠袋 一個黑色塑膠袋 然後就是一百塊這樣 然後從裡面挖出來給他們兩個穿 那有換喜的吧 就演的這個過程 有啦 有喜有喜 所以電影也呈現出這樣的氣味啦 說我嗎 我來差不多就這樣啦 但是那個 表演的時候沒有 還說比較壓抑 比較高 當然我是紀錄片導演嘛 我沒有可能比較高 對不對 表演過表演 我要說笨一點啊 對啊 不能夠顯現你的聰明才智啦 但是 無奈 如果說人生的無奈有沒有 我是 我是覺得說那個 跟聰明 或跟你的成就都無關 我覺得任何人都體會了很多很多的無奈 那我就把那個 無奈有沒有 抽取出來 把他集大化 所以我還表演 大功了 我覺得因為台中其實是一個 對拍電影來說是一個蠻理想的地方 第一個他離台北蠻近的嘛 所以我們劇組移動也蠻快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天氣蠻穩定的 然後他有山有海 也有平原 其實如果我們要製造一些地景的效果 其實蠻適合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片子裡面有 很多豐富的colorful的場景 就是像 那個汽車旅館啊 浴池啊 這些其實就是只有台中會有 因為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豪邁的地方嘛 所以就是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他其實蠻適合的 那另外一個我們有很多行車記錄器 那台中的馬路都記憶本上蠻大的 而且他也就是可以 我們是覺得能夠 展現出那種康莊大道的感覺 康莊大道一路使到那個 嗯 好 其實一開始 因為我就是 跟第一次跟鍾王導演碰面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不認識他 然後我們第一次碰面的時候 就講到要拍長片 然後那當下就決定要拍黑白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說 短片當然拍黑白他有個故事 可是因為那個故事 我們拍了黑白的 然後又建立了行車記錄器 是彩色的 然後在台詞上面又重新書寫過 所以我們已經覺得 在短片的時候已經建立了一個風格跟調性 而且我們就是長片的時候 就是黑白可以更突顯 人物本身的故事性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是在拍長片 第一次碰面的時候 就決定是拍黑白 不管金貝夠不夠的問題 嗯 而且這也才能夠符合導演說的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美對不對 好 短片跟長片 基本上攝影師就不一樣嘛 那當然就是 因為我覺得長片就是 攝影師就是鍾孟宏導演嘛 那基本上 對我來講 就是我跟攝影師溝通好了 那當然構圖就是由他來決定 否則我 不需要依賴攝影師 我自己來拍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你會找了 你會跟攝影師合作 一定是希望仰賴他的美學風格嘛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嗯 你跟不一樣的人合作 就會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 包含我跟 我找助生跟莊子來演 我就是喜歡他們的表演 那我覺得他們可以碰撞出火花 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長片的時候 就是他們的兩個人的表演 我們有調整 當然攝影也會調整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長片 有長片的一個調性 我們當初有設定 那另外一個世家的部分 我覺得世家其實 是我整個在書寫劇本裡面 最後加的一個人物 那我一直覺得我片子裡面的人物 其實是在表世界裡面的 的所有的人 那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東西在底下拉扯 我覺得那個整個生命跟故事的張力才會起來 那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說缺了一個東西 那我後來想一想就是缺了一個什麼 因為這些人都在求什麼 其實就是求生存 求生存可能有人求名求利 也有人求生存 或者是求內心的慾望 可是有一個什麼都不求 你也不曉得他的過去 也不知道他的未來 那他對生命有一個自己的看法 他覺得 人 他對人的生存跟死亡的界定 竟然是一個人型跟原型來認知 我覺得他可能已經超脫了很多東西 所以 我就覺得這樣的 需要一個這樣子的人物 就像一艘小船 你在湖上面其實它會飄動 風一吹它就會飄動 所以你需要一個毛去固定它 那世家就是這個固定這所有角色的 很重要一點 你在船上你看不見那個毛沉到水裡面 你是看不到 可是他的重點就是固定這一艘大船 所以我覺得世家對我來講 是這部片子裡面固定住 這些所有人的生命樣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雖然他只有一句台詞 而且顯而不見的 那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人的原型 你要怎麼解釋他都可以 你要說他是佛陀也好 你要說他是你家隔壁的流浪漢也可以 你要說他是你自己都可以 我覺得那是留給觀眾自己去詮釋 真的喔 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其實我想到的是 世家不就是佛陀的那個頭嗎 真的是太適合了這樣子 沒有啦 就是 那只是一個 想一個名稱 對 也不是啦 也可以叫鳳梨啦 因為夾起來叫鳳梨世家 也是有這種場面 也還蠻好的喔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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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